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11日宣布将裁员10% 借由受申推进一系列太空项目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 宣布裁员决定 涉及大约600名雇员 这家企业承诺 将向遭裁点员工支付额外八周薪水 帮助他们寻找新工作 电子邮件写道 太空项目耗资巨大 足以让其他企业破产 更不要提向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那样一些项目同时推进 企业因而今后面临极其严禁的挑战 否则不会做出裁员决定 这家企业说 为了继续运送客户物资 成功研发新技间太空飞船和前求天机互联网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必须精简 美联社11日报道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收支状况然好 企业最新博士为大约300亿美元 主要业务包括为政府、企业、机构发射卫星 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物资 宣布裁员当天 这家企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半登堡空军基地发设一枚列英九型火箭 将10颗通信卫星送入太空 只是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有一系列商贤的项目 包括人发载人火星飞船和卫星互联网服务 以载人火星飞船为例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I.O.马斯克 将它称为星际飞船 可以将宇航人运送至火星 研发号资予期达100亿美元 马斯克11日在社交媒体推特发布将搭载火星飞船升空的火箭圆形图片 强调那是实物而非模型 旧卫星互联网服务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将着一构想称为星链 即发射大约一 两万颗卫星作为基站 本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向地球上的用户提供费用低廉的宽带互联网服务 预期将同样耗资100亿美元 马斯克先前说 预计2019年首次是飞星际飞船和发射星链第一个卫星 一个微商一直缠着要加我微信 后来一开始专门卖金肉品的微商 居然公开定售金工章和证书 近日 一位退伍老兵发给专友的微信在部队联系关注 原来 这位退伍老兵多次收到一个微信称为老兵的人的添加好友申请 通过后 对方发过来许多推销金工章和证书的信息 其中老式的一 二 三等公金工章和证书 一套仅需140元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 刚刚结束的退役军员信息登记过程中 也有老兵向登记点或林郑部门反映遇到过类似情况 调查发现 不仅退役军人遭到过不良微商骚扰 现役官兵也常常收到一些涉嫌违规的宣传策略 这些宣传品以售卖夜战帐篷 作业箱包 应急器材等 所谓军用产品为主 同时 打着纪念收藏品的幌子 夹杂着武器装备 模型摆件 军事纪念品和军队荣誉奖章等产品 推销时间上 通常以老兵退伍 干部转业时段较多 方式上 发现人通常运营记件 也通常不写具体收件人 直接写上某某单位处科长收 并采取风群式营销的手段 将为归宣传单大批量进往部队 产品上 不仅有军功章和证书 还有优秀士兵 优秀士官 优秀协人证章 和国防福利章等纪念章 进一步调查了解到 参与购买的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军迷 购买军功奖章 纪念章 主要用于个人收藏 二是演员 购买这些物品主要作为 演出服装配饰使用 三是退役军人 有的退役军人 由于保管不善迷失下章 通过网络渠道购买奖章 弥补缺坏 当然 这其中也不乏个别人 为满足虚荣心高能源 或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军队为大工作中表现容易 成绩突出 对部队建设发展 做出突出贡献 或产生中大影响的人授与奖章 是精神奖励的主要形式 是军人荣誉的特殊代体 十周军分区政委李中双线少说 军队颁发的奖章 是军队定点制作 同一下发的 并与奖励证书 姚章通令配套使用 相互印证 把军工章作为商品随意买卖 是对军人荣誉的亵渎 对攻击内涵的扭曲 任其发展 必将扰乱军电法剂 李中双提醒 仪式奖章的战友 要通过政单渠道进行认证 切不可自作主张 私自购买 更不能弄虚度假 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网络售外的军工章 一旦被用于假冒进攻等造假行为 除了当事人 可能被追究责任外 生产 销售军工章的人 也会因涉嫌造假 被追究法律责任 江苏省徐州永伦律师事务所律师杜宁说 目前 国家已经对贩卖 销售金服 标志服饰的行为 做出明确要求 进行严格约束 但对销售军工假账证书等行为 还没有明确规定 他建议 要尽快完善法律法规 为打击生产 贩卖军工假账证书的行为 提供法律支撑 同时 打击贩卖军工假账证书的行为 需要军地加强配合 联合开展生产监查 市场稽查 加大微商营销监管 王小婷 新轮先引车载着32对新人 沿着跑道 驶向幸福迎天 库幕 集体婚礼 内容 屈媳妇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有 有 有 南部战区航空兵谋旅 近日举办行丁来天 爱满军营集体婚礼 32对新人在战机前 立下爱的誓人 飞向幸福的起飞线 集体婚礼 园上新娘这婚梦 官兵把忠诚献给了大家 我们更要把关爱献给小家 旅政委的红介绍说 这个旅今年长时间 多拨付在外执行任务 部分官兵因为战性任务的需要 别离了爱人 推迟了婚期 甚至取消了婚礼 在了解到官兵的爱情苦衷后 旅单位决定为他们 补办一场金人集体婚礼 为新人们人善君婚梦 善英见证君旅爱情 终于等到你 清晨 在吕招待所楼下 新郎们整齐劣队 与新娘牵手登上一辆辆游戏场 牵引车装饰成的婚车 新人们自拍流念 机务一中被指导人曹香明 笑得格外的灿烂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他从5月一日 等到了10月一日 又从10月一日 等到了今天 先是执行半年的外训任务 后又因终备外出执行任务 而留守住地 从去年12月 领证至今 他和远在家乡的爱人 一直在等待 婚期一推再推 相似的历程是艰辛的 这其中有过伤感和不解 但更多的是包容与支持 正是为了爱而共同牵手 我们才走到了今天 曹嘉明八字肺腑的感言 道出了军恋的不义 更道出了军人爱情的伟大 从西北到西南 从盛夏到寒冬 空间和时间的快度再大 也不能阻止我们对美好军花的向往 新娘王珊珊寒行漫卖 凝望着自己深爱的丈夫 言语间流露出的都是幸福 每对新人用纸飞机 在宁墙上 披接成幸福航线 八十十分 新郎携手新娘来到机场 从今天开始 我们自认结为夫妻 热爱金灵 情心蓝天 相亲相爱一生一世 在暗逾现世环节 新人们以蓝天作媒 让战机见证 共同诉说爱情誓言 随后 新人们以威武战机为背景 拍摄今年主题婚纱照 并隔蓝天为媒 战灵相伴的幸福瞬间 接着 由吕金正主官担任主婚人 三十二对新人在幸福墙下用纸飞机 批接出一道爱的航迹 手腕着手共同走过幸福红毯 步入幸福之门 在官兵渡福中 走向婚礼主舞台 一架挂着爱心礼盒的无人机 空降婚礼现场 带来了飞行一大被飞行员 罗天成和新娘张珊珊的爱心之语 壮志玲玲是我毕生的梦想 和你相守一生是我最大的幸福 我一定会练习飞行技术 守好祖国蓝天 成为你的骄傲 罗天成说 新军嫂代表全体军嫂 老达坚定知识丈夫蓝天事业决心 新娘张珊珊早已泛出了幸福而甜蜜的泪水 为245公里付出的162张车票 我会永远凝 放心吧 不管你走到哪里 我都会相随相伴你一生一世 新用水壶饮下爱心美酒 随后的环节中 互相交换戒指 用军用水壶喝下浇杯酒 为新人颁发纪念品和纪念证书 奉执案情术 集体贪官旅使馆 一个个充满仪式感的环节 带给新人们是喜悦 更是感动 激励着全体官兵与家属新人 用忠诚与奉献 共同筑起保家卫国的蓝天长城 图文 范乙书 林骁龙 刘欢欢 新人们进行蒙眼罩新娘游戏 爱的记忆竞猜游戏 真把新人们瞒住了 与战友分享爱的喜悦 参观旅使馆引领新军嫂 坚定支持丈夫军旅事业 环球网军事1月10日报道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月9日报道 俄罗斯海军北方舰队新闻处处港队记者称 完成在地中海任务的北方舰队大型反潜舰 北莫尔斯克号 1月7日前 进入了黑海海域 他表示 完成远航任务的北方舰队 大型反潜舰北莫尔斯克 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 明天1月10日 舰艇将抵达黑海舰队主机的英雄城 塞瓦斯托波尔 1月7日前 北莫尔斯克号反潜舰完成了在地中海的任务 据悉 从9月底至12月中旬 北方舰队人员在印度洋 纳丁湾 红海和阿拉伯海水域行动 他们完成了打击海盗任务 并确保零用航运的安全 据报道 大型反潜舰北莫尔斯克号船员 还完成了一系列军事外交任务 并抵达了阿尔吉尔 维多利亚 班巴 安齐拉娜娜 吉布提 卡拉奇和利马索尔的港口 此外 他们参加了印度洋上 俄巴反海盗国际演习 阿拉伯技风 副两千零一十八 和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的跨舰队演习 北莫尔斯克号 远航西间 约航行了三万海里 就在1月7日 据俄罗斯RT新闻网报道 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官方账号 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消息称 美国海军的麦克亨利保雷号 USF Fort McHenry and Lester 43 登陆舰正在穿过达达米尔海峡 进入黑海 美国海军第六舰队指挥官 弗兰谢地海军中将表示 麦克亨利保雷号的到来 重申了我们对维护黑海海域安全的决心 并加强了我们与该地区 北约盟国和伙伴国的牢固关系 麦克亨利保雷号登陆舰上 还搭载有美国海军陆战队B22人争部队 2018年11月25日 俄罗斯称赞搜乌克兰海军舰艇 侵犯俄罗斯国界 驶入临时封闭的海域 并从黑海向克赤海峡方向行驶 这些船只实施了危险机动 且没有服从俄方发出 立即停船的合法要求 三艘舰艇被俄方扣留 船上的24人先后被俄法院批准逮捕 其中两人是协调了这起 挑衅事件的乌克兰国家安全级员工 事件造成俄乌关系骤然紧张 而美国和北约 随后也加强了在黑海海域的军事行动 颇有力挺乌克兰 威慑俄罗斯的意味 XVU.PLOS 7500D1 资料图 俄罗斯拉尔斯洲际导弹系统 环球网军事1月16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干绍伊古15日称 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4个导弹团 2019年将换装最新式亚尔斯导弹系统 还将部署一个配备先锋导弹系统的导弹团 他说 今年我们将继续加强战略和力量的军事实力 具体而言 将为4个导弹团 换装亚尔斯导弹系统 着手部署一个配备先锋导弹系统的导弹团 绍伊古指出 今年还将保证完成屠附160和屠附95MF战略导弹轰炸机的现代化改造工作 他还表示 俄罗斯海军舰队 2019年计划接收一艘装备布拉瓦半导弹的弗拉基尼二大功耗和检艇 新华社安曼1月10日变 记者林小卫 正在意大访莫的也门外交部长约马尼 10日在应当首都安曼表示 自从去年12月 由联合国主持的新一轮也门和谈结束以来 落实当时所达成协议的工作 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耶马尼在与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 达成协议已经一个月 但落实协议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胡塞武装的军队也没有从和台打港口撤出 他表示 也门政府对和平的诚意建立在胡塞武装释放战俘和撤出港口的基础上